当前,印度可谓麻烦缠身,根据印度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,截至当地时间6月21日上午,印度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410461例,位居全球第四,且在过去24小时内,该国新增确诊病例15413例,为单日最大增幅,而疫情蔓延形势严峻,印度经济意识同步面临大考。 考虑到这一点,世界银行认为,印度2020到2021财年经济将收缩3.2%,在新冠病例飙升和经济快速衰退的情况下,印度不得不借钱抗议,今年印度已经两次向亚投行求助,共借12.5亿美元用于应对新冠疫情,可是在经济增长疲软的情况下,印度却开始加速行动。 短短一天之内,印度就两次对中国商品采取了限制措施。 6月18日,印度商工部先后发布公告称,建议对原产鱼或进口在中国的测量卷尺,加收为期5年的额外费用,以及对来自中国的另一产品黑色墨粉做出临时收取费用的决定,每吨多收834美元。 算上这两次,7年以来印度已经12次对华产品加收额外费用了。 此前,印度已经对来自中国的本安、数字胶印印板、电子计算机、柠檬酸钠、尼龙长丝沙线、氯化聚氯乙烯等产品加收费用。 不止于此,今年4月底,印度还修改了FDI新规,收紧邻国的投资。 这不合理的新规一出,已让不少满怀希望前往印度的中国投资者望而却步。 事实上,印度经济自2018年起已显现疲态。 2019年4月至2020年3月,印度经济增速仅为4.2%, 远低于上亿财年6.1%的增速。 如今受疫情和蝗灾的双重打击,印度经济离崩溃只差一步了。 显而易见,在当前经济重度萎缩的情况下, 印度最明智的办法就是与各大贸易伙伴密切联系, 争取扩大对外出口、增加收入、提振经济。 毕竟中国是印度最重要的贸易伙伴, 2019年中益的贸易总值达6395.2亿元人民币, 同比增长1.6%。 并且中国还是印度重要的投资来源国。 截至去年12月,中企在印度的累积投资超过80亿美元。 印度本该对中国市场和投资拿出更多诚意, 却偏偏反其道而行。 为了让印度制造走向国际, 6月18日,印度方面表示, 将计划对来自中国和其他地区的300种商品设置关卡, 包括提高其中160到200种产品的进口费用, 剩余的100种产品则会实施更严格的质量检查。 在本国经济已经不景气的情况下, 这可能是对印度经济及印度制造的另一种伤害。